最后的信仰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听一首你喜欢的歌曲的翻唱版本 或者是一部四平八稳的好莱坞电影 它并没有尝试做出任何大胆的新尝试 但是拿来当代餐的话质量还是足够的 如果你非常喜欢在大型且非线性地图上进行2D平台跳跃 随着冒险一路收集新的开路技能 和各式各样的大型怪物作战 并享受黑暗丛生的末世环境 那这部游戏就是为你打造的 最后的信仰在复制这些经典套路上做得很优秀 偶尔还加上了一些属于自己的风味 比如设计巧妙的武器和酷炫的魔法 但总的来说它仍然循规蹈矩 并不断提醒着我们 它所模仿学习的那些名作们究竟是多么独特的存在 我要坦诚交代 在我花费了15个小时通关 并观看了游戏的其中两个结局之后 我对游戏究竟在讲些什么 依然一无所知 游戏的开头与大分泪魂游戏如出一辙 某种天外来物给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人 施加了祝福 让他拥有了某种超能力 接着他就试图用这个能力将自己打造为神明 毁坏掉目光所及的一切 为所有人带来在恶 我坚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会有一位毅力惊人的up主 把整个游戏全部的物品描述和台词对白读个遍 在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检查游戏的每一片背景 最后发动头脑风暴 把这个支离破碎的故事给串成一条完整的线 但是对于我来说 当我发现游戏只是单纯的想要把故事弄得晦涩难懂的时候 我就失去了刨根问底的兴趣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享受游戏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 我们可以毫不掩饰的说 本作从这个类型的先驱神之亵渎那里学来了不少东西 只不过是将其中的天主教风格的恐怖元素 给替换成了维多利亚风格的罢了 本作中的大部分环境描绘都还不错 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能给人留下印象 在我已经游玩了几个小时后 我第一次停下脚步 细细欣赏这个四面挂满了镜子的大宅子 不过游戏中大部分的场景都离不开大房子或者山洞的设计 看得多了自然也就无感了 除了游戏临近尾声部分的一小段高潮部分以外 整个最后的信仰中能让我感到新潮澎湃的场景都没有几处 游戏的节奏相当不稳定 随时在踩死游门和归宿爬行之间无缝切换 这恒大程度上是因为游戏时不时就会给你来一个高难度桥段 有一些部分就是传统的平台跳跃 加上顺手砍杀敌人 简单而传统 但其他一些时候 游戏中处处都埋伏着处心积虑想要干掉你的死亡陷阱 不过我倒是非常欢迎这种挑战 因为重生点通常都不会离我太远 有些时候是正经的祭坛重生点 另一些时候则是在高难度环节临时生成的图腾重生点 在一场苦战后 能够随时快速返回战场的便利感确实非常舒适 你所遇见的敌人通常都相当狂躁 当他们成群结队出现的时候更是如此 再加上游戏中四处可见的环境陷阱 比如会喷火的雕像或是会用不明液体麻痹你的池塘 游戏中还是有不少混乱时刻的 而每当你要爬上平台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小鬼拿着皮鞭等着你 掐好时机给你来上一下 另一些稍微设计的有趣一点的敌人 会朝你挥动雪淋淋的斧子 然后冷不防从肚子里伸出一只爪子 和你友好的握握手 大部分敌人的动画都制作的相当精良 但显得创意不足 只是将那些常见的鬼魂 邪教徒和怪兽形象重新演绎了一番 不过在每个区域里我还是能碰上 一两只设计的比较出彩的敌人 在每一个章节的末尾都会出现一个boss 他们会对你的耐心和反应速度进行挑战 但是对你的想象力不做什么要求 在通关剧情的时候 boss战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至少能在漫长的地牢之间 给你提供一个休整的机会 但在通关之后 我又回味了一下游戏的旅程 才发现他们大部分的战斗模式 无非也是没什么创意的回合制战斗 也就是躲开boss的攻击 然后冲上前摸他两下 这些boss在创意上远远无法和空洞骑士 和恶魔城月下夜祥曲里的经典boss们相比 boss的外观设计也是如此 无论是巨人 不死龙 还是一些猎人形象的设计 都和那些游戏史流民的坏家伙差之甚远 我理解 并不是每一个游戏里 都能诞生慕王尼特这样的经典形象 但是最后的信仰 的确没有在这方面下什么功夫 说点正面的吧 我在本作中从来没有迷路过 由于每一个环节都被二重跳和勾爪 这类你需要获得的能力隔开来了 因此我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 我需要重新回到哪些地方 来进行深入探索 游戏还很贴心的为你标记出了 哪些门是所上的 也允许你在地图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标记 不过这也是游戏在你回头跑图时 提供的唯一一点帮助了 在推进主要剧情的时候 你还不怎么需要回头 但如果你需要寻找一个支线NPC 而你又恰好没有把它的位置 记在小本本上的话 那就祝你好运了 因为游戏也没有为你做上任何标记 甚至游戏也不会把你死后的掉落物位置 给你在地图上标出来 而相比之下 这一类型的现代游戏 大多都有这类设计 最后的信仰做的最出色的地方 无疑是战斗了 尤其是游戏为你提供了一系列趣味恒生的武器 从标准的剑 到一个可以延伸成鞭子的锤子 以及一把会喷火的剑等等 你可以通过花费魔力的方式 来升级这些武器的独特特性 而每拿到一把新武器 我都要仔细把玩一下 它究竟有哪些花样 只不过问题在于 和其他类魂游戏一样 本作中的武器会绑定特定的角色数值 而如果你把你的加点 都点在了同一类数值上 而你手上拿着绑定另一项数值的武器 那么无论这把武器有多酷 你也完全没法享受它的威力 尤其是游戏在中后期难度变大之后 而且游戏似乎没有为你提供洗点的途径 这在爱尔顿法环 皮诺曹的谎言之后的时代 实在是有些不可想象 毕竟这些游戏都会鼓励你尝试不同的构筑 并实验新的武器 游戏中的法术相当酷炫 但也没有多大用处 法术的威力并不会随着你角色的强度增加而上涨 尽管这些法术会带来一些略微有用的属性效果 但它依然给我留下一种在强迫自己使用的感觉 相比之下 我挥舞着大剑杀敌的效率还要更高一些 也许培养一个法术流的角色能让法术的体验变得更好一些 但无论我怎么尝试 我都无法把枪械给融入游戏的玩法之中 你可以用手枪 线弹枪 甚至转轮机枪对着敌人射击 但除非你是为了把它们推出安全距离之外 或者是为了触发机关 否则我完全想不出有什么必要使用这些武器来杀敌 如果你已经玩过了这类游戏中的标杆游戏 比如神之蟹毒2 或者赤痕夜之仪式 那你也许可以花点时间来最后的信仰里走一走 当你经历了同质化的地牢和质量欠佳的boss战通关的时候 我相信它也不会在你此生最爱的游戏名单里名列前茅 不过探索重重迷宫和对抗怪物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游戏为你提供了不少酷炫的法术和有着特殊技能的武器 挥舞起来手感非常棒 我只希望游戏能在不牺牲太多战斗性能的情况下 多给你一些实验的空间 总的来说 最后的信仰在同类游戏散布上多么出色 我会更推荐你先去游玩那些足够精彩的标杆游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